新北市一所幼兒園 爆出疑似虐童案 家長今天出面指控 孩子八月上學之後 身上陸續有瘀青 臉部還出現疑似承認的咬痕 九月報警處理 結果監視器畫面 卻遭到不明原因刪除 對此校方表示 已經將教師停職 接受調查 教育局將依法裁罰負責人 三十萬元罰還 涉嫌湮滅證據的部分 由檢方偵辦當中 照片中可以看到孩子的臉上 有明顯的咬痕 這名幼童八月中旬 去新北中永和一所幼兒園 上課後身上陸續出現瘀青 臉部還出現疑似成人的咬痕 家長十分痛心 由明代陪童出面指控 家長指控 孩子去上課後陸續發現他的臉部 左手臂 有瘀傷 九月十二號向警方報案 社會局的家暴防治中心 有來電確認事件細節 因為一直等不到教育局回應 才向議員呈情 教育局強調已經要求 對於儀式女兒的教師停職接受調查 並且依法裁罰負責人三十萬元罰還 涉嫌湮滅證據罪的部分 由檢方偵辦中 對於優教現場不斷發生儀式女兒案 擔任這起案件調查委員的資深 優教工作者也不免感慨 優教工作繁重 能力匯乏的現實 也呼籲政府重視這些衍生出來的諸多問題 記者陳嘉欣 莊智晨 新北市報導